赵门七 中共谎言连篇还有多少人相信? 其实看到这里 相信中共的发言也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因为他们总是说得一派冠冕堂皇 振振有词 用的词汇都还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术语 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却都是反其道而行 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 对不对? 像习近平要美国 不要霸道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但看看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嚇与军事骚扰 这不是霸道吗? 再看看中共官员辱骂加拿大总理是走狗是败家死 还辱骂法国学者是流氓 那这些举措不都是中共的霸道表现吗? 习近平宣称永不称霸爱好和平 但是就在美日发表联合声明之后 中共军机马上就实施空中轰炸演习 那这不是在恐吓邻国威胁和平吗? 所以说中共一项最大帐门就是说谎说到几乎没人再相信了 因此即便习近平出面说了这些冠冕堂皇的发言 但是恐怕还是无法改变各国对中共的戒备 以及美国联合各国来围堵中共的包围战略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次 习近平在博尔论坛上的谈话 其实曝光了中共的气象照门与弱点 照门一 中共缺乏竞争优势 在美中对抗里落居下风 武力招架 照门二 中共缺乏技术创新 产业链与供应链拉紧爆 福利未来的经济发展 照门三 中共担忧各国就责疫情的源头 试图用疫苗分配来转移焦点 照门四 台湾升级为国际问题 中共病痛的难度与风险越来越高 照门五 各国防堵中共入侵 一带一路的国际渗透项目告急 照门六 战狼外交进入国际社会 升高各国的警戒 让中共不得不尴尬降温 照门七 中共谎言连篇 自打嘴巴还能有多少人相信 好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 也请您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知道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